3 2 1 请接牌 300A1区的师友 都来参加启用典礼 里长相当感谢社会局 透过计划予以经费协助 国际师子会300A1区 也赞助相关经费 此外黄珊珊担任副市长期间 也大力协助推动此计划 因此她也特别来到现场 恭喜里长成功打造数位学习基地 好 今天很高兴 我们期盼良久的 我们育成里清零又共同数位竞技学习基地 今天接牌 那我们应该算是全国首创 应该是首创社区型的 清零又共同的数位竞技学习基地 我们这个名称里面有竞技 因为未来现在有电竞 未来有虚拟运动也是竞技 所以慢慢我们所谓的电竞 慢慢进化到虚拟运动 虚拟运动现在已经列为奥运比赛项目 虚拟运动 比如虚拟的足球篮球 所以我们叫竞技 那学习是各个族群 全力的族群都会在这里学习 这个设备 设备我们要拜 拜我们台北市政府 社会局知识 当年我们副市长任内有个基层座谈会 任理长基层座谈会 我跟副市长提出这个申请 那就最后我们在我们社会局周局长的大力促成之下 我们写了要赚钱计划 他的市政府要赚钱计划 我们写了额哨 额哨是为视性学习的专案计划 然后促成这个专案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是 我们所以说首创 这个社区型首创 再加上我们师子会 我们师会的探索 事实上也是5到18岁 刚好跟我们台北市政府 社会局的儿童及少年福利科的额哨部分 5到18岁刚好match 所以师子会未来真的可以 跟我们的资组 山寿的资组长的社会群的额哨哥 可以来共同来协理 来承办一些我们社区 大家所喜爱的各个全民族群 他们所喜爱的活动 这个就是起始 那这边这个场地 我们也放过电影院 效果非常好 放过电影院 刚刚各位进来那个感觉 有没有生力生很震撼 那个领导感 刚进来的时候是英雄联盟的对战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台北市郁达高时 郁达到的黄主任他领选的15个团队 有5个选手 选手他们正在比赛 选手正在比赛 通常选手比赛是没有画面 他们不能看画面 他们就偷跑 看到别人在打 这很不公平 看自己的一幕而已 因为这个是给大家看的 我是要让大家了解说 这个场地真的非常好的环境 我们现在座谈会的时候 他讲的这个梦想 那时候还想说这个梦想 台北市没有人做过 而且空间 电竞 长辈 这实在是连不在一起 完全是一个 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想法 后来想想想其实是 因为我从小 我妈妈现在93岁 我从小玩电竞玩具 是我妈妈叫我的 那时候有马力游会 我们两个人那天晚 因为我妈妈到93岁都没有失智 我觉得也有点影响 这个我长大以后 我生了小孩 其实我也是跟我的孩子一起玩 他玩英雄年龄我也玩 但我实在是玩不过 我实在太厉害了 我的英雄没摸到 老是被人家杀死 所以其实对于所野行长来说 不管是长辈小孩 其实都有一定的需要 那今天有这样的场地 那我回去就跟座局长商量 怎么样让这件事情美梦成真 原来死是个梦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怎么样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场地里面 进到让大家能够融合 然后长辈其实有信用的需要 那孩子也可以学 加上你有这些设备 很多事情都可以发生 包括可以上英文课 上电脑其他的影音剪辑的课 这个其实是一个 异于多诗的环节 我就觉得很不错 所以今天来一遍就是看到美梦成真 很像生了一个小孩 他今天生出来了 很开心 然后也希望是不管是青 长 青 影 长 年幼 或是幼吧 现在年幼儿都可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 因为不管有可能 我觉得这是值得推广 那也谢谢里长 他真的是切有故事 他应该至少这个计划写了一两年了 他的小宝写了很久 终于你今天落实了 谢谢你的 谢谢你的毅力跟耐力 也谢谢周局长的帮忙 所以我们很努力 这个额少哥找到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 连续新计划 左三眼150万 这个黄理长没有讲到我补充 这个事实上 你看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是全国所创 而且我觉得黄中是理长 脑筋动得特别快 不是共产不好 大家还在共餐一餐 五十块六十块钱 他一定在想VR 那未来我们也期待 还有机会就跟他一起 那个计划一直把它往下延续 让我们的预争比较如何 让我们的预争比较如何 其实冲治 冲治这个 这个里长 真的是 不用多说 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除了 除了可以结合 在狮子会里面 他说狮子会栽培他 事实上他还当过 角色的团长 各个干部都当过 然后他当了里长以后 他更厉害 他会结合狮子会跟市政府的资源 来为这个社区 为这个地方来服务 那才是厉害的地方 所以今年我们总监的精神 就是一直希望说 朝这个年轻花卷来处理 来这个青少年的部分 也特别注重 像这个狮子判所的部分 结合地方 结合这个 育城里的 刚好拉这个线 然后我们可以来 以后我们市职会的活动 我们也有一个基地 也有一个基地 算是我们市职会的部分基地 那我们也可以 可以来这边运用这个地方 感谢我们国际市职会 300A1区 今天我们的秘书长 县民众秘书长 他带队 带着去那个团队 来这边 一起共襄盛举 来做成 落成我们这个街牌的典礼 那有交代 未来还好地利用这个资源 我们未来会整合 这国际市职会 300A1区 市职探索计划 跟台北市政府 这个额绍创意学习方案 我们共同来经营 社区青少年的这一块 那可能会添购一些设备 比如说今天有体验的VR 头科的体验 未来我们要添购的设备 还有创客 创客这一块 也是青少年的喜爱 这是生活的技能 比如说3D列印 还有雷射雕刻 桌上雷射雕刻 咖啡拉花 这是比较生活技能 年轻人要比较喜爱 这个我们担任里长 这12年来 发现要引导年轻人 进到社区 融入社区 真的要想方设法 让找到年轻人喜好 应该就是朝这个方向 最近我们也甚至 所谓社区电影院 也播放电影 效果很好 这边放电影也很好 那未来 刚刚讲到了 创客的教学 那影音剪辑 我们也上过课 电竞演习也上过课 英文 英文也要上课 我们的 副佑 设计的副佑 很喜欢学英文课 也喜欢学电脑 所以发现 这个空间 真的非常适合社区 像是现在的学生 其实很需要数位 那其实他提早接触 或是跟老人家一起 学习 其实这是一个 很棒的场域 像以前如果都是学 像我们以前的年代 学生就是自己玩自己的 家人可能 家人有可能 在里面活动 可是他不会带着孩子来 但是如果这个场域 他可以带着孩子 一起到这个场域来 那一起了解一下 新的科技 因为其实 数位这件事情 已经横跨到各个领域 那它其实相对的 未来越来越重要 那提早让孩子跟 年长者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会是一个 很好的发展 现场也安排 社区长辈 戴上头盔 体验VR游戏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长辈们说 新鲜又有趣 快乐接轨 数位学习 玉城里里长 黄聪志说 数位学习 已经是潮流趋势 未来将透过 课程的安排举办 让儿少与长辈 及一般民众 都能共同参与 数位学习 也加强各年龄层间的 情感交流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